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年 一生一世 祂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 耶和华的心是赤福的一年 一生一世 祂应许有爱永不改变 但你已苦难 祂渴望为你共产党 试探中祂要更新你 只够永安典 重逢一股闹 祂渴望为你爱书皇 回忆你全心交托 心求它永远 耶和华的心是赤爱的一年 一生一世 我要赞美 心好到永远 感谢赤美主 的确的 无论你今天在哪里 我要跟你们讲 神赐平安于我们 我要再次的提醒你们说 神赐平安给你 给我 所以弟兄姐妹 无论你今天在哪里 你的情况是怎样的糟糕 都好 我要告诉你 耶和华的心是要赐平安 赐慈爱 祂摆上一切的丰丰盛的恩典 够你 够我用 所以杠杠的向你的上帝说 主啊 我需要你的呼求 我需要你的打救 我需要你的来做奇妙工作 在我的身上 主啊 这次是我们 众弟兄姐妹的祷告 神啊 让快快的 这个疫情快快的 要离开我们新加坡 好 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活动 自由的能够来到会所 以弟兄姐妹的来敬拜你 来彼此的问候 来看我们的牧师 主啊 我们渴望 这是我们的求求 神啊 我们祈求你做奇妙的工作 保守我们的牧师 保守我们的执政掌权的 神啊 尤其是站在地线的 那些医生 护士 警察 军人 神啊 保守他们 无论他们怎样的辛苦 神啊 你加添力量 无论他们怎样的想要发信 神啊 你给他希望 因为我们知道 在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 在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教会 为着他们祷告 主啊 我们就是将我们的新加坡 将新加坡的教会 也交托在祢的恩手中 神啊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是奉耶稣的圣明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 阿们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谢谢 谢谢 弟兄姐妹 早上好 欢迎你们观看或出席 新加坡以灵教会的频道 谢谢赞美主 感恩 的确的 我们感恩 在这新科技的这些 花样的当中 虽然我们不能够聚在一起 但是我们接着这些科技 把我们的距离 拉了跟进 感谢赞美主 那我们仍然的 首先呢 我们 要谢谢弟兄姐妹的 慰问 很多弟兄姐妹 每当我打电话问候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说 你们怎样呢 牧师们怎样了 谢谢你们的问候 谢谢你们以祷告的 扶持着 众教会的牧者同工们 谢谢你们 那我们也更加要谢谢弟兄姐妹呢 你们的慷慨解难 谢谢你们 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问 哎呀 我们要怎样的把我们的十分之一啊 我们的 拆床奉献呢 怎么的交在 教会的当中 当然 若你有这个新科技的话 你会的话 你可以在 网上转账或手机转账 或者呢 你可以写张支票呢 寄给我们 那你可以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来 来教会哦 因为 是不好的 不能 会影响到大家的健康这些点 若你说 什么都不会的话 那你就跟我一样 准备两个不同的信封 把你所要的 就放在信封里面 那一辈 那等 六月 现在我们要等六月一号了 不是五月四号 开始 那我们要等六月一号呢 我们能够再相继 那我们可以把奉献 或十分一 或者其他的 纳善给教会 谢谢主 那我们再次要提醒 弟兄姐妹呢 我们不只是 只是 偶尔而已 乃是每一次 早上 星期天的早上 八点 都有英文的 频道 那我们也更加感恩的 借着 这些频道呢 不只是在 这个 教会的频道的当中呢 我们也是在我们的 教会的 这些 在You频道呢 我都是 我跟这些 跟我差不多的 或是年长的 哎呀 你们 叫你的孩子呢 去YouTube 找 In Singapore 你就很容易找到了 就不用去 哩哩啰啰这些 很麻烦的 所以去YouTube呢 能够找到 我们 与您堂的频道 所以 再次的 提醒弟兄姐妹呢 就是 八点呢 有英文的聚会呢 仍然是在八点 那十点半呢 不只是在星期六有潮语的 在星期天呢 有华语跟缅甸部了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你知道你周围的人呢 需要上帝的福音 上帝的话语呢 分享出去 让他们知道 在借着这个YouTube呢 借着这些频道呢 他们 能够得着救 能够的去鼓励 其他的弟兄姐妹 Amen 感谢主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谢谢主 家庭司公呢 就是讲到呢 用爱心呢 说诚实话 的确的 我们 每一天呢 我们都要说诚实话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呢 什么时候呢 当你的伴侣啊 你的孩子 问起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也许那时候呢 你在骗他的 但是你就忘记了 所以 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天呢 我们都要说 爱心的话 诚实的话 不必的 欺骗他们 可以就说可以 不可以 那我们就说 不可以 Amen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也在 家庭的 事工的当中呢 鼓励 众弟兄姊妹的 家庭 得到造就 Amen 感谢 赞美主 感谢主 的确的 神是好的神 好不好 所以再次的 我要说 哈喽 大家好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谢谢 上帝的恩典 谢谢上帝的作为 所以我要再次说 感谢赞美主 Amen 感谢赞美主 Amen 有一首诗歌呢 他这样的记载 他这样的篇写着 他说 这世界呢 虽有苦难 耶稣 是避风港湾 他要给你 他要给你平安 源源不断 再下来呢 他就说 耶稣 耶稣 给你平安 耶稣 耶稣 给你真正平安 深深在你心里 远远 永不停断 欧 耶稣 给你平安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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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平安 耶稣 给你真正平安 耶稣 给你真正平安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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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平安 耶稣 给你真正平安 深深深深在你心里 有苦难 但 你可以放心 因为我胜了这世界 那有些版本呢 他却讲 男人 你们要鼓起勇气 我 已经 胜了世界 Amen 所以耶稣说 他有平安 那在耶稣里 有平安 我为 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以耶稣 在耶稣里有平安 以今天的主题 那主说 在世上 我有苦难 或者在世上 你我 都有 苦难 在世上 你我 都有 苦难 那 当我们要注意一下 主怎么说呢 我留下平安 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 世人所赐的 在你心里 不要忧愁 也不要 胆怯 原来耶稣 在世的告诉我们 或者耶稣在这提醒我们 他 没有允许 我们在世上 有平安 乃是什么呢 乃是在 耶稣里面 我们 有 平安 那我们 或者来看看 到底是 什么一回事 有一些苦 是从 自己的罪恶 而来的 当我放罪 得罪 上帝的时候 我心里 没有平安 当我得罪人的时候 我心中也失去平安 当人与人之间 不合的时候 我也常常陷在 苦恼的当中 那 那有一些苦呢 是怎样的 有一些苦 是从 是从环境而来的 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 的环境 都不是你能够 你我能够掌控的 像新加坡 像新加坡 我们不必面对台风 刚旱 洪水 地震 但我们却要面对 宁国的 烟迷 如我国的 苦痛热血症 你我也常常感到 很无奈 我们也 不知道应该如何的 是好 我们 防不释防的 不知道要怎么去做 就拿这次的 这个新光 疫情来讲 当这新光疫情正在 发生的时候呢 也是 苦痛热症的时候 在高峰期的时候 你们知道吗 在短短的这几个月的当中呢 已经是五千多个人了 那当中呢 已经有五位 已经 失去了 我们不只要面对这新光疾病呢 我们要面对这 苦痛热症 的确实我们防不是防 是多么的 苦 也可以 虽然我们在新加坡 不用面对这些 天然的灾祸 但是呢 我们却要面对 这两个 我们已经说 投降了 那起初 刚这个 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还开玩笑 我说 倘若你还有一点本钱的话 这时候 应该去旅行 因为什么 都 便宜了 但是我们却看到 渐渐的情况是 越来越糟 那有一些苦 是从撒旦而来的 那他呢 常常要攻击我们 欺骗我们 控告我们 使你我呢 失去 心中的平安 甚至呢 我们忧虑跟恐惧 那我就以我自己来讲 其实呢 在这一次的 这个 疫情的当中呢 我限制在 这个 惊恐跟 恐惧的当中 开始我还开玩笑 开始我还不把它当这一回事 当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非常的 惊慌 我不知道如何是 为什么呢 因为常常有这个声音来跟我讲 你会第一个种 你会第一个把这个疾病 带给其他的人 但是我说 主啊 你帮助我 你保守我 你看顾我 不好是我第一个种 不好是我第一个带这个疾病进来的 因为小时候 小时候 我在家中 家里我有五兄弟姐妹 我是排行老大 那很奇怪了 人家中马票 中车 中物质 我没有中 但是一旦外面 有伤风感冒呢 我就是第一个中 那我第一个中呢 我回到我家里了 那一个传的一个 所以我妈妈每次就会讲我 她说你好的不带来 但是每次坏的你就是第一个带来 所以当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 我在恐慌的当中 我甚至告诉 自己说 若可以的话 不要出门 除非我 不得已 我才出门 我要买东西 我才出门 我记得有一次 当我 去某个 购物中心的时候 当我 下车 经过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些人 他们穿着那些 太空窗的时候 第一件事 我心 开始欢了 我忘记我到底要去那个 那个购物中心 我是要做些什么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事情 第一件事 我就赶快的 往家里的逃了 所以求神 我不知道你们 在你们的当中 是否有能 跟我一样呢 被这个惧怕呢 被这个东西 瞎住的 你省住 你很不安的 连睡 你也不能够好好的睡的 那正当现在 也是 高峰区的 这骨痛热症 我也是担心 因为我曾经已经 一次 被蚊子咬过了 所以我也是担心 凡是我看到那些地区呢 有那个红色的牌呢 我想我连 告诉我自己 我下一回 我不会踏过在这个地方 我要快快的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你知道吗 那种恐惧 那种惧怕 当他 在你心里的时候 跟这样的思想说 你会中 你会第一个的 带这个续菌的时候 你知道 是多么可怕的 一件事情吗 那是感恩的 神说 在他里面 有平安 那再下来呢 有什么苦呢 使我们也更加痛苦呢 就是 因主 的缘故呢 我们也是受苦 那 当我们为上帝做见证的时候 不止这世界拒绝我们 周围的人也抵挡着我们 甚至呢 避泊着我们 包括我们的家里的人 那相信在我们当中 有些弟兄姐妹 你也是尝试过 当你一到 某个聚会 当时或某一个 场所呢 他们一看到你呢 他们都会讲 这个圣人来的 那个活力人来的 活力人来的 不要讲那么多 有啊 这个不只是外面的人 这样讲我们而已 甚至 我们家里的人 也是这样讲我们 当 你试想一下 当我们的家里的人 这样的排斥我们的时候 或者排斥我的时候 是多么的难受 每一次当我们要开口 要讲话的时候 他们总是说 不要讲了 不要讲了 你很圣洁 你很圣洁 不要讲了 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 你很圣洁 什么都是对的 那种感受 是多么的苦啊 因为这些人 不是外人 不是弟兄姐妹 乃是 我们家里的 我们所爱的人 但是 菲利比书 一章 二十九节 这样讲什么呢 因你们蒙福 不但得 幸福基督 并要什么呢 并要为他受苦 所以这些 苦呢 不是很大 不是要拖出去 沙头 不是要拖出去 灭九族 不是 但是我们感恩 神给我们力量 神给我们力量 虽然如此呢 我们在 主里面 切有平安 因为 主已经胜了 这世界 这世界呢 不是露眼 能看得见的 乃是指世界的背后 那黑暗的私利 那罪恶 那死亡的权势 但耶稣基督在 十字架上 已经得胜了死亡 罪恶的权势 借着他的宝血 你跟我 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那耶和一书呢 怎么讲呢 我们若承认 若我们认了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什么呢 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阿们 感谢神 无论黄金是怎样 无论恶者要套什么罪名 给你很难的日子过 但是呢 你我呢 能够借着 耶稣基督呢 向仇敌说 我们是得胜的 我们得胜不是靠自己 乃是靠着我们的上帝呢 我们能够得胜 阿们 感谢赞美主 怪不得诗篇呢 的作者 二十三章 诗节这边讲呢 我 虽然行过 死因的忧谷 却 不遭害 因为你 以我同在 你的脏 你的肝 都安慰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或者我们的新朋友 你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 成为你的救主吗 那我们的 旧朋友 是时候回来到 上帝的面前 你在外面 徘徊了很久 回来吧 你知道吗 上帝爱你 上帝非常的爱你 他不要你流连在外的 他要你回到他的面前 安静我们自己 平心心来到 上帝的面前 领受上帝的爱 帮助 经历生活中的平安 好不好 那我们低头的祷告 那同时呢 我也要请我们的新朋友 旧朋友 一句一句的 跟着我祷告 那我们一起来 亲爱的主耶稣 我承认 我承认我是罪人 得罪上帝 得罪人 求你赦免我的罪 做我心中的王 心中的主 掌管我的生命 我相信 你 实力复活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主 当我们还没有在 向前做祷告的时候 我再一次的要提醒大家 那5月呢 3号呢 就是星期天呢 就是 影灵堂呢 每一次呢 头 一个月的头一个星期天呢 就是 守生餐日 所以请 弟兄姐妹呢 在当天呢 预备好 饼跟 葡萄汁 所以再次的提醒 弟兄姐妹呢 说呢 5月3号呢 星期天呢 就是 守生餐日 请弟兄姐妹呢 一杯饼跟杯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那我要以这首诗歌呢 再次的 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祷告 耶稣 耶稣 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神神在你心里 永远永不统断 哦 耶稣 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 给你平安 耶稣 耶稣 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永远永远在你心里 永远永不断 哦 耶稣 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平安 哈利路亚 好不好 邀请我们弟兄姐妹 把我们的手 挤起来 或者你说 你不能够挤起来 你就说 神啊 把你的手放在心中 胸口中 哈利路亚 亲爱阿爸父 我们满心 感谢 扎美你 神啊 我知道 这个不是偶然的地方 这不是臭小的时候 乃是神啊 你有你的旨意 你要用你的话语再次的 告诉众弟兄姐妹 告诉我们的新朋友 告诉我们的旧朋友 再次提醒他们 在耶稣里有平安 主啊 这世界 我们看来是没有希望 但我们在你里面 却有希望 主耶稣 我们祈求你 我奉耶稣的圣字 彻责着惧怕在当中 彻责着死亡的灵在当中 神啊 你看到 许许多多的事情 在无端端的 在发生的当中 神啊 神啊 那些 在家里的神 他们都已经开始的 胡思乱想 我奉耶稣的圣名字 彻责着胡思乱想当中 神啊 安放你的话语 安放你的诗歌 围绕着 我们众弟兄姐妹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在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说我们需要你 圣灵啊 我们说我们需要你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将的祈求祷告 乃是奉耶稣的圣名字 求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弟兄姐妹 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我们下星期见 再见 感谢主 阿们 阿们 好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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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